耐克回鍋 找來佩卓 中信兄弟睽違十六年 再度啟用雙洋砲 更組成全新黃金二游 去年耐克因為左四頭肌斷裂 在八三一洋將大線之前遭到替換 如今重批黃金戰袍 加強身體素質是首要任務 耐克擁有一年中職經驗 融入球隊沒問題 至於農曆年前報到的佩卓 坦言初次來到貴寶地 一切都很新鮮 攤開中信兄弟二十七號 八比一 立刻樂天巨人的仙法打序 佩卓擺在第一棒 耐克則在第五棒保護恰恰 搭配一方三壘的重砲 許姬洪扛六番 彌補過去那也火力缺口 但新洋砲佩卓對臺灣球風適應如何 仍是未來幾週觀察重點 近年中職少見雙洋砲 在中信兄弟創出江湖 究竟成效如何 球技還沒開打 已經先引起廣大討論 老體訓問郭德洋蔡清淨採訪報道